今天要來教大家怎麼做最近很紅的鎖屏動圖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的鎖屏動圖會有聲音呢? 其實是我自己在旁邊放聲音的 抱歉!想說重問一下 如果你的鎖屏動圖要有聲音的話 除了越獄也沒有其他方法 剛剛那個是我自己放的啦 那今天就來教大家怎麼設定鎖屏動圖 非常非常的簡單 首先你要有這個桌面上這個動態照片這個APP 眼進去就可以看到它有各種不同的轉換 等一下會用到的是這個視頻轉動態照片 就變成Live Photo 第一個步驟首先你要找到你想要拿來當成動圖的影片 那建議不要太長不然很耗電 你可以到YouTube下載你想要的影片 或是自己找到影片的來源自己剪輯之後 把影片傳到手機上面 那第二步驟按視頻轉動態照片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然後選個這個 抱歉我都是一些奇怪的影片 像我就是用鋼彈W的OP 點進去就可以看到 它這邊就可以直接調整你的影片長度 那當你截取完了之後呢 我先用這樣子好了 直接按選擇 選擇點下去 儲存成動圖了 那這邊它就會問你 你要用哪一張照片當作你動圖的手圖 不過都可以啦 就是自己看高興就好了 那我選 我選個 我選剛剛那個 飛翼好了 保存 OK 這樣就完成了 你剛剛完成的動圖Live Photo 就會出現在相簿裡面 點選照片左下角愛心旁邊那一個 愛心左邊那一個 就會挑這個畫面 然後這邊大家應該都會啊 就設定背景 這邊 那在設定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是動圖 所以你一樣點著它 它就會開始 撥給你看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調整 你要上下左右 你要怎麼用 但是一樣注意啊 就是iPhone它的那個大小 有限制 所以如果你找一個太大或怎樣的話 它畫面可能會太滿或是很難調整 你就自己去斟酌 那我再設定一下把它射到正中間 然後按設定 設定鎖定畫面 好 鎖屏畫面 那封面就是你剛剛選的封面 然後長按它 就是大家在網路上看到各種影片的那個樣子 那沒有聲音是有點可惜 但是因為要有聲音一定要越獄 我自己是現在這個狀況就已經用得很滿足很感動 好 以上就是鎖屏動態的小教學 我是Sandy 掰掰